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播都是支持他们的人刷礼物 而他们针对不同人刷了多少钱的礼物 就给对方涨多少粉丝 这也可以说是在快手上大家都普遍知道的一个共识了 在王祖兰开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在快手上的粉丝数排名 第二个快手二哥 按理的就去王祖兰的直播间好刷了四十多万 不仅他就连快手上人气最高第一哥 三打哥也是见到王祖兰的直播间刷了很多的礼物 不过明星们并不是网红 自然也不知道他们和粉丝们之间的刷礼物与赵粉的事情 他开播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一下香港地区的一些美食 而且明星也不是靠着直播来谋生或者是赚钱的 所以他对于快手一哥 还以二哥刷礼物的事情也没太放在心上 在整场直播 他都在为大家介绍美食 并没有帮刷礼物的网红们点关注 所以在直播接近卫生的时候 快手的二哥耳鱼的直接在屏幕上大骂 当让他滚出快手 并且把他的综艺跑男说成是跑狗 可以说是非常的过分了 而散打哥也是在王祖兰直播 快要结束的时候说 到点了 可以把直播关了 不知道王祖兰有没有看到这些话 如果他看到了这些话 应该也不会再到快手上来直播了吧 明星平时也不直播 不懂直播的方式 也是挺有可言的 无论是什么原因直接这么骂王祖兰 以及让他关直播的这种行为 都是非常不对的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